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Vtrain Today的频道,我是景萍 夏天过了之后,我觉得大家最关注的话题就是美白 因为夏天其实不管你擦多少的防晒啊,或者是抗紫外线的产品 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有晒黑的这个感觉 所以在这个视频里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可以在短时间内让皮肤提亮一个度的方法 因为其实针对美白这两个关键字,我觉得首先能想到的关联词就是维他命C 因为维他命C对于皮肤来讲,它主要的功能就是能让皮肤看起来更透亮,更白 然后有一个比较健康的效果,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吧 首先第一步就是要给皮肤做好提前的准备,用到的产品就是这款化妆水 然后这款化妆水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能让皮肤保持在一个酸碱度的平衡 因为它含有纯天然的植物成分嘛,能起到一个深层保湿的效果 所以在使用其他的产品之前,会给皮肤做好准备 会让皮肤更好地吸收后续用到的一些护肤的产品 所以用到这款化妆水的时候,我都会把它倒在化妆棉上 让化妆棉上有稍微湿湿的水润的这个感觉之后 把它夹在手指之间,然后用拍打和擦拭的方式来涂在皮肤上 给皮肤起到这个第一步的准备工作 接下来用到的产品就是这款维他命C面膜 因为其实对于美麦来讲,维他命C面膜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护肤的产品 我用到的产品就是这款,长得也很奇特,用法也很奇特的产品 所以它的使用方法也很奇特啦 首先它这个上面长长的这个区域里面是含有精华液的 然后把这个精华液推到这个有维他命C粉末的地方 然后充分地混合,让维他命C的这个粉末可以很均匀地融合在这个精华液里面 然后接下来推到这个还有面膜纸的地方 让面膜纸充分吸收这个精华液 它最后可以就是作为正常的面膜来使用了 最后敷在脸上,然后10到15分钟吧 我自己是有敷15分钟的时间 拿下来的时候的感觉,我觉得真的是皮肤真的很透亮 然后剩下的精华液可以不用水洗 直接用拍打的方式让脸上吸收 这款面膜它虽然不适合每天使用 但是如果说你以一个月为期限的话 我觉得一周使用一次的话 是可以让皮肤保持在非常亮白的效果的 我想看到这里大家会问了 因为面膜这种东西它不是天天能用到吗 因为特别是这种有专门性针对性的面膜产品 它并不是适合每天来用的产品 所以除掉用面膜的时间之外 剩下的时间里面需要用到什么样的产品 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款21.5维他命C精华液 就是除了你在用到这款精华液面膜之外 其他的时间里面正常的护肤的步骤里面 你可以选用到这款21.5维他命C精华液 它是真的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用的产品 因为它的效果真的是很惊人 我觉得首先它能让我皮肤上不均匀 颜色不均匀的地方有得到一个缓解 而且我的痘疤啊还有一些粉刺留下一些痕迹啊 可以在两三天之内很快就消掉 所以是我自己真的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用的产品 最后用完这款精华液面膜之后 用手拍打让精华吸收之后 其实还需要上层面霜来锁住所有留在脸上的精华 用到的产品就是这款C20面霜 它的效果其实是在我用过这几款产品中效果最好的 因为它一是能让皮肤看起来非常的水 非常的保湿有这种营养的感觉 然后另外就是它能锁住留在脸上的营养 然后起到一个能深层保湿 然后集中保湿集中体量美白的一个效果嘛 所以我自己在用完这款面膜和用完这款面霜之后就直接去睡觉了 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效果就是脸上完全是提亮一个度的感觉 然后其实刚用完的效果就非常的好了 可是在睡过一觉起来之后 脸上皮肤的效果真的是有百里透亮的这种感觉吧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去试试看 尤其是它和这款精华液配起来使用的效果真的是非常的惊人 然后脸上的痘疤啊或者一些粉刺 就是清除后留下一些痕迹很恼人很讨厌的话 我觉得真的很推荐你试试看这个组合 它真的能让皮肤看起来更透亮 更白皙更有健康的感觉 其实这款产品我在我用过一次之后 我觉得效果真的就很好了 所以如果说你定期的去使用这些产品的话 我想在短时间内一两个月之内 你的皮肤肯定会要比你使用这些产品之前 肤色会提亮一到两个度 就是用粉底的颜色来讲你至少会提亮一个色号 所以希望看过这期视频的朋友 可以去访问Vishtrend的官方博客 因为他们那里有更多可以让皮肤看起来更健康 更亮白的方法 然后也不要忘记去Vishtrend的官方网站看一看 因为那里还有更多的产品供大家选择 不管你是什么肤色 不管你是什么肤质 都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 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Vishtrend的土豆频道 更多好看的资讯会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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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